許多人來西門町一定會選擇來看電影 而且近期也有不少的強檔片陸續上映 不過很多人就很震驚 今日秀泰影城即將歇業 直即假日上午 許多人早早出門 來到西門商圈買票觀影 只是這畫面將不復以往 因應整體的經營策略考量 今日秀泰影城在初約到期後不再續約 將於8月31日停止服務 這是影城在雙北最便宜的一間 陪許多學生走過青春 如今剩最後一個暑假 創立18年 將成立時 其中一家要說再見 但秀泰集團將進駐大巨蛋園區 市資三億打造旗艦集影城 明年第二季就會正式營運 但西門町陸續由影院席燈 或許也是觀影習慣改變下的衝擊 體驗應該不一樣 因為電影院還是有那個看電影的氛圍 還是沒有辦法用那一種線上的這種來感受吧 他值得讓我來電影院的話我會來電影院 但是如果是我只是想要看一次的話 我就會在家看串流 OTT平台成趨勢 不少電影還在院線時就會登上串流 既習滿客角色 半年就會有兩間影城結束營業 民眾現在只能到樂省 影八九 星光 國賓 珍善美劇院等 有相關變動的還有龍頭之一威秀 網銀國際集團剛宣布入股 取得股份35.69%成為最大股東 沒有明說是因為什麼原因 但影院對抗OTT平台興起 生存得有不同模式